歡迎收聽新視覺聽新聞,我是天晴 11月24日,中國西北部城市烏魯木齊的一棟住宅大樓發生火災 造成至少10人死亡 11月27日,抗疫活動迅速在中國各地蔓延 包括北京和上海等主要的城市 中國民眾對中共的新冠封控措施感到憤怒 這些措施阻止消防員及時抵達發生悲劇的現場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的華裔記者王詩琳 11月27日在Twitter上寫說,人民再也無法忍受 同樣在11月27日,英國《每日電信報》的記者 西米娜·貝斯塔勒在Twitter上寫 至少有100人要前往首都市中心的天安門廣場遊行 然而示威者只是走了幾個街區 就在兩馬河被警察攔住了 貝斯塔勒提到說,他們打算到天安門抗疫的想法很大膽 觀察人士表示,貝斯塔勒是對的 11月27日的抗疫活動是自從1989年北京之春大規模示威 借遠中國首都和其他370個城市以來最嚴重的動盪 然而,在許多方面,持續的抗疫活動對中共來說是更危險的 位於屋泰華的McDonald Laurier Institute的中國問題學者 Charles Burton對Gaystone Institute表示 即使是1989年的運動,也沒有挑戰黨對中國統治的基本原則 抗議者只是想讓好像李鵬之流的強硬派下台 為民主改革讓路 換言之,用Burton的話來說 就是由黨來實行中國民主化 然而今天,很多中國人想要擺脫黨 根據貝斯塔勒報道 他在北京看到的示威者高呼 我們要自由、平等、民主和法治 中國人示威者喊,我們不要獨裁 11月27日的示威活動 也類似於1949年的抗疫活動 那一年,毛澤東擊敗了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 當時,蔣介石指揮的軍隊遠比共產黨強大 但蔣介石的政權很快就跨台了 為何會這樣呢? 著名的中國歷史學家余英時 曾經告訴貝斯塔勒 蔣介石的國民黨失去了民心 所以中共現在也在全國失去了民心 在整個共產主義的時期 中國也發生過示威活動 但正如Burton所指出那樣 大多數示威活動都是高度本地化 而且針對的是基層共產黨官員的 獨立、腐敗和無能 然而現在,憤怒的矛頭指向了黨本身 簡單來說,從11月27日的自發示威活動中 可以看得出 中國人民受救了習近平和中共的統治 他們認識到黨的制度 行不通這是根本事實 在10月份召開的中國共產黨 第20次全國代表大會上 習近平鞏固了他在黨內的地位 但黨正失去了對中國社會的控制 中國人民不僅是對 對習近平的動態清零政策感到憤怒 他們還被搖搖欲墜的經濟 以及最重要的房地產行業的崩潰所困擾 例如,10月份 70個城市的新房價格連續第14個月下跌 最近幾個月,由於市場凍結賣家的要價 和買家的意願支付的價格之間 存在巨大的差價 因此成交額異常稀少 價格和銷售額的下降非常令人擔憂 中國家庭的財富有70%在房產上 因此,即使在11月24日的致命火災發生之前 中國人亦不高興 目前大多數人的看法是 中國在一段時間內仍將不穩定 這樣,國際社會為何要關心中國目前的不穩定呢? 因為中共可能會發動攻擊 如果共產黨看起來會迅速跨台 習近平就不會對外發動攻擊 習近平將不得不將所有資源投放在國內 在國內部署軍隊 然而,如果危機持續的時間較長 習近平將有機會試圖將民眾的憤怒 引向鄰國或美國 並將中共軍隊描向國外 世界很幸運 蘇聯當年解體得很快 但別指望中國也會這麼快 習近平在2012年12月 他作為黨的總書記上台後的一個月後 對共產黨幹部的一次秘密講話中 批評戈爾巴喬夫讓蘇聯解體 習近平說 這位蘇聯領導人不是真男兒 習近平認為自己是真男兒 在他擔任總書記的10年裡 上面加劇了中國的仇愛情緒 通過煽動對美國的仇恨 將共產黨從民眾的蘇聯中拯救出來 對習近平來港說不上賣出很大的一步 習近平聽到了要求他下台的呼聲 他大概知道 沒有辦法贏回中國人的民心 除非挑起一場戰爭 這令到每個人都與中國的街頭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息息相關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12月4日接受CNN的美國國情節目採訪時 被問及拜登政府是否會支持中國抗議者 布林肯回答說 我們當然支持 布林肯表示 他將在2023年1月訪華時 向中共官員提出中國民眾抗議的議題 只要是公平的 只要是在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中 競爭本身是沒錯的 但我們想確保這種競爭不會轉向衝突 因此 我將在2023年年初 繼續進行這些對話 美國政府中的其他人 將與他們在中國的同行接觸 11月27日後 中共放寬了各地的防控政策 但到目前為止 尚沒有跡象表明 中共什麼時候 或者會不會結束清零政策 對於中共近日決定放鬆疫情控制措施 是否因為民眾抗議所戰呢? 布林肯12月4日 在接受CBS的面向全民節目採訪時表示 目前很難對這個發表看法 但布林肯再次強調 美國一直堅持一個基本原則 即是人們應該有權利以和平抗議的方式來表達他們的看法 布林肯12月5日 在《華爾街日報》 CEO理事會峰會上 接受華日主編 Matt Moray採訪時說 我們希望中國能把COVID處理好 這非常符合我們的利益 它首先符合中國人民的利益 但它也符合全世界人民的利益 所以我們希望他們成功 布林肯還說 美國已經看到疫情防控帶來的封鎖 導致中國經濟放緩 這不僅影響到中國 而且是影響到全球 這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 因此 我們的希望是 他們找到一種前進的方法 並以一種解決挑戰的方式前進 以上節目內容取在自 英文《大紀元專欄》作家張家敦·澤文 以及《大紀元》記者張庭 綜合報導 本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 也加入了《大紀元》的Patreon 請大家多多支持